我们这个时代的尴尬 我们这个时代充斥了许许多多矛盾 高楼越建越精致 脾气越来越粗暴 大路越修越宽敞 眼界越来越狭隘 我们付出了更多 获得的却更少 能够买到东西越来越多 心中却越来越不满足 房子越来越大 家庭却越来越冷清 能够享受的便利越来越多 属于自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学位证书越来越多 见识却越来越少 知识越来越多 分辨是非的能力却越来越差 专家越来越多 能够解决的问题却越来越少 药物越吃越多 健康却没况愈下 喝好酒 抽好烟 毫无节制的消费 快乐却越来越少 疯狂驾车 通宵艳乐 清晨却无精打采 暴躁易怒 看电视太多 读书太少 祷告太少 不断聚敛物质财富 却逐渐丢失了自我价值 闲谈太多 憎恨太多 爱却太少 我们学会如何谋生 却不懂得如何生活 我们让年华付诸流水 却不曾将生命倾注其中 我们能够往返与地球与月亮之间 却不乐于撑过马路 向心邻居问好 我们可以征服外部空间 却赦予走进内心世界 我们能够做得更大 但未必更好 人类能够使空气净化 虽然只是某些地区 然而却污染了我们自己的灵魂 我们可以击碎原子 却不能突破思想偏见 我们发表的太多 领受的却太少 计划的太多 完成的太少 我们学会了追赶时间 却没有学会耐心等待 我们生产更多的电脑 储存更多的资讯 和制造更多的拷贝 而相互间的交流与沟通 却越来越少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一个个吃着素食食品 但却消化不良 一个个体格高大 却人格渺小 一个个追逐名利 却人情冷漠 这个时代 双新家庭增加了 离婚率也积升了 居室的装修华丽了 家庭却残缺破碎了 这个时代拥有快捷的旅行 一次性的婴儿尿布 沦丧的道德 超重的肥胖 还有使人兴奋 镇静 甚至杀人自杀的药物 这个时代 就是喜好张扬的表现 内涵却空空如也 现代的科技 使你能够轻松收到电子邮件 用这个短文 现代的你能够轻松选择 把这篇小文与别人分享 或是欺之一旁 请你记得花些时间 给你所爱的人 因为他们不可能 永远和你在一起 请记得 对你的孩子 就是存敬畏的心 说话和言悦色些 因为这个小小的人 很快就会长大 运气离你而去 感谢观看 给你 你 可以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